莫流风 谁告诉你我姓莫的 莫流风 就是莫名其妙的流氓 加疯子 原来你是在骂我 那如果我是莫流风的话呢 你应该就是一个女魔头 而且又是一颗高灵石 什么高灵石 高灵石呢 就是指高气昂 冥顽不灵的大石头 失敬失敬啊 没有想到你这么一个莫先生 居然还会说成语 哪里哪里 不客气 我只是跟你这个高小姐 觉得举一反三吗 陆小雯 喂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跟你说了八百遍了 八百遍了 八百遍了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不会再立顶子 你到底听不听得懂啊 没错 我就是一块 迷惯不灵的大石头 你现在明白了吗 你真的不说 不说不说 就是不说 怎么着 你还想用刑啊 我告诉你 就算你用刑 我也不会说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 你的绑架 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我是绝对绝对绝对 一个字都不会讲的 既然你不说呢 那你就一个人留在这里 好好欣赏业绩 我先走了 拜拜 你真的就把我扔这儿啊 奇怪 你说那个不会笑的齐教授 他好像老是不在学校里面啊 哦 齐远呀 他平时都住在海岸古堡里 只有一天来教他的古典音乐 海岸古堡 那个古堡是好几代以前 齐家继承一位法国贵族的 那个法国贵族没有继承人 和齐家是好朋友 又是班剧院的伙伴 所以齐家就成了 唯一的继承人 那海岸古堡离这儿远吗 呃 也不算很近 也不算很远 开车又六个小时呢 叶凡 小心 快起来 你干什么 自我上了呀 诶 齐飞 迎接新生 你的招式就是不一样啊 你自信找我是不是 我想 他对你有兴趣了 练九 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复活 哪儿来的卡片 当夜巫 把大敌笼罩 黑铁石在窗外对他危险